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 秦淑宝将善冲送到官府后 请求大人先为犯人治伤 师父考虑不能让犯人死在这里 便同意了秦淑宝的请求 秦淑宝因体力消耗过大晕倒在地 善冲被抓的消息很快传到二贤庄 在鸭附刑场问斩的当天 善雄兴便率众人半路截囚 只见他手持长枪霸气外务 白衣神剑王国当紧随其后 官兵剑撞如灵大帝 迅速摆开防御阵势引敌 就在此时王国当飞升上前 顿时张冬搭建 双剑齐发 势如破镯 朝球车飞去 随即众人齐心合力将球车拉走 上前祖然的士兵皆被绳死 正在死 但是追兵依旧 王国当见状飞升上前 三剑齐发 成功组案追兵 回到二贤庄后 善夫看到不争气的儿子 我冒三丈 对他一番说教 称他的行为辱没了善家名声 奇料善冲为自己的行为强烈奠解 称没有人知道他与善家的关系 并且自己做的全部是 劫富济贫的善事 善夫听后无言以为 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 就喜欢抬杠 王国当劝大哥心 自己将秦书宝抓来报仇 怎料善冲 却极力为秦书宝辩解 他被秦书宝的情义折腾 在自己名威之计舍利相救 讲述了事情的全部 秦书宝 不就是江湖上人称 小孟长的那个山东捕头 对 博党 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 我一直想结识 只是没有机会 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 跟他认识一下 不料此事有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处理 原来中原地区正在闹饥火 官员接着赈灾之名 风台无下 闹得名不聊声 百姓很不开明 他们此行目的是 截获与文化级的聊车 随着王国当的三剑齐发 随行三名铺卫当场的命运 接着两人骑射 敌方人马 甚不及 紧接着一个零空飞射 跑跑之人瞬间坠落 此时众人纷纷现身 小偷目见此情形 被吓得大惊失色 急忙跪地求 我不是主谋 暂且饶你狗命 胆敢以后在维虎座上 小心你的狗命 听见可以不死 便鼓起勇气 打听几人名号 否则无法给宇文化级交叉 用不着用宇文化级来胡握 告诉他们兄弟俩 不要仗着位高权重 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 否则 二贤庄 绝不会袖手旁观 你就是欺者陆林盟主 将无上号称小关羽的 善雄心二庄主吗 正是 你就是大庄主 一言九鼎善道 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 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不敢不敢 那你就是 拜一身剑绑不打了 算你这个奸商 还有点眼力 小人 之所以要截取观影 是因为河南闹激活 宇文化即假借赈 在哄台物价 保持百姓怨声载道 宇文化即得知 自己的财物被劫后 当即被弃得怒不可 就在他考虑 如何应对之时 杨广派人急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